中國外地一個六十多歲的太太 在台南一個公園跟一個南宿襄套 當時在特勤的一個路徑鄉前來拜託 想不到這個太太立功 教警察又來探路徑的法律 教授有個心目的民眾幫忙 順利跟人合作 立起來 跟你講 這裡的人都有看到 你還對我冒髒話 富林人被壓在頭下 又拚死命地看想要變改 旁邊的民眾看不下去出聲和動 原來他剛才跟警察說 不然他剛才跟警察說 警察說警察說跟媽媽說說出聲音 在陣子是不是環境在接近的時 看到的王子富林人 和一個男人 願意起衝突 想要來拜託 結果富林人精速失控 一直跟著想要跟人家 最後又出口跟人家 民眾看到就隨來倒三天跟人壓著 二十九歲是不是環境陪富林人 起腳擋手 所不設在擲肚腳腿上 就以後才沒打開 當場表明警察身分 為王賢能持續叫囂 並踹審員復步 王賢徵訊後 依妨礙公務 移送臺灣地檢署偵犯 富林人人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沒辦法再挑戰公款力 現在他要替自己的行為 付出代價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